我们在澎湖海域有海事事件 韩国的海巡舰艇现身在我们的海域管辖地区之内 那么有读者投诉认为这是放弃我们的管辖权 但是海巡署也做了公开的说明 但是站在国家安全的立场 我想问国防部的是 这件事你们知不知道 第一个 第二个 这件事情我本人是非常支持人道救援 尤其是跨国救援 这是站在国际社会议员必须要做的 可是站在作业程序的角度 国安的角度 国防部知不知道这件事 这件事情的程序谁核定 我们的海军有没有在利用征询舰 究竟监控 这个请简短回答我一下 报言我想这个分两个部分跟您报告 第一个国际搜救的行动是国际型的行动 如果就跟我们如果说我们国家级的在别的海域 别的国家海域发生船难的时候 同样的我们船员发生求救信号的时候 他的航港局就必须要核定他 因为他是按程序来申请 所以他这是一个国际的所谓的搜救行动 那这次世界就是航港局我们有掌握 然后同时海巡署和我们的海军都有协助 在旁边去所谓的健康 就跟您今天所看到 如果说今天在海峡这个范围里面 所发生任何紧急事件的时候 他的国家会提出说我需要什么样的援助 甚至于说他可以提出来说 我的舰艇可以到你这个地方来 参与搜救行动 我想这都是一个国际型的行动 部长了解了 我想就是我要提醒你们国防部 是 这件事国防部必须要知道 当然是 必须要参与 是的 影响国家安全 是的 而不是只有海巡署 当然 当然是 第二点 恶物战争所引起 原来我们的物价就上涨 现在加上经济的制裁 所造成的 国军现在很多战备工程 势必要延宕 尤其是空军 你本身也空军出身 现在台南连队的跑道扩建 抗炸机宝等等 都被延宕 这个国防部 有没有采取因应的措施 报委员 我想您当过连山次长 有关战备 跑道也好 机宝库的整修舰也好 我们常常会因为 所谓的 就是说市局的影响 比如说最近 缺工缺料 这个是全世界都有的情况 那在这种情况下 那我们当然要预印 而且在所有的工程里面 所设计的这个旅约保证 它都一定它的弹性和必要性 所以对于现在台南连队 所做的这个跑道的 这个维修案来讲 至少目前来讲 我们预印的方式 它不影响所有的战备 那我们也会从 现在这个缺工缺料的情况下 如何来强化它 好我想提醒国防部的就是 我们要真正具体的超前部署 是的 而不是按既有的建案 那个预算 虽然保留有弹性 但是现在不是只有一个物价上涨 油价上涨 海空军的训练又有 会不会不够 加上经济指数下降 通膨率提高 后续所有国军的建案 除了考虑现有的预算 购案里面的弹性之外 要不要考虑特别预算 必须超前部署 不要等到招标招不出去了 再来采取运营措施 特别提醒国防部 谢谢委员提醒 第二个 这个很重要 现在公务人员的健康权 已经入法了 简单的说 考试院已经明定了一个草案 送到本院来 准备要审议了 所有的公务机关 每天连同法定办公时间 不可以超过12小时 每个月延长办公时数 不可以超过60小时 这些对公务人员 这些健康权是宪法保障的 宪法里面在七八五号 视线有假 服务职权 健康权 都是宪法保障的基本权 我要问国防部的角度 军人呢 我们在年改期间 我们就提出来 当然我们不敢强求 军人到现在 24小时执勤 没有加班费 我们还冒着生命危险 尤其是我们海空军外离岛 这些都是冒着生命危险 现在连警察 内政部都在研议 警消外勤的人员 每个月加班费的上限 准备要取消 或者放宽 那我们国军的健康权 请问国防部的态度 应不应该考虑 向上级争取提出修法 国防部的态度 潘委员 健康权永远是我们国军 都在关心的 尤其我们军医对我们的照顾 您也知道 那至于说 国家军工教育人员的 所有的 所谓的工作时速 不管是12小时的限制也好 当然 这一次的视线来讲 对我们来讲 也是对一个军工教育人员的鼓舞 但站在国防部立场 只要能够符合大家一样的标准 我们都表示乐观其成 我们也会去争取 法律师 我想问问你们的意见 公务人员健康权现在入法了 马上送到本院来审议了 那么国防部对军人健康权这件事 不管是加班费 其他的保障 工作时速的限制福利措施 就像副部长刚才说的 我们应该一视同仁 广义的我们也是公务人员 那么国军的健康权 应不应该要延离修法 市长你的看法 是 包委员 刚刚副部长已经有讲过 我们会针着副部长的指导来办理 你不要针对副部长的指导办理 你要针对21万5千国军 是现役 未来每年都有志愿意的军人 军官加入 就是这个国家对军人的健康权 应不应该 尤其在现在恶物战争 台海其实这么紧张 我们的飞行员每天这样子飞 我们的海军舰艇 不管风浪再大都要出海征询 地面部队外岛 不断的战备执行 24小时在干 国军应不应该有这些保障 我请国防部审慎的评估 也尽快给本席一个明确的答案 我要让国家知道 军人也应该跟公务人员警消一样 获得应有的健康权保障 谢谢 谢谢委员 谢谢委员